大家好,我是麒麟兒 天師異局劇本大概已經玩了一個月 不知道大家的賽區玩得如何呢? 今天的這支影片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四大兵種 有哪一些隊伍比較常出現呢? 那我每一個兵種都推出三隊,介紹給大家 另外呢,我會有以我的角度去分析 漢士忠良跟黃金意識他在哪一個部分 是對我來說會比較有優勢 又或者是對我來說會比較有劣勢的部分 最後呢,就是分享一下我對同袍系統的看法啦 好,那我們趕快開始,GoGo 首先第一個特性,農莊跟開墾 由於這兩個我都沒有去詳細的計算 他們可以各獲得多少的資源 所以我就把他們列為一樣吧 下一個是軍糧跟練兵 我覺得練兵掃蕩開墾跟討伐指令 獲得多8%的經驗值 真的是遠大於軍糧這個糧食領地產量提升7% 等於你就算有1萬的產量 你也只多了700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少 因此我認為黃金意識在這個部分 真的是遠大於漢士忠良 下一個是戰法的部分 黃金意識跟漢士忠良 都有刮骨療毒跟草船借鑒 因此這兩個互相抵消 那瘋死跟智別 VS戰壁跟太平道法 我覺得戰法這個部分 真的是太因人而已了 有些人他需要第二個瘋死症 可惜他在黃金意識 有些人他需要兩個太平道法 但是他是在漢士忠良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依靠每個人的卡池去做判斷的 因此呢 我在這邊把兩個人列為平手 下一個是趁勝追擊跟氣勇激昂 那這兩個呢 我覺得差不多就互相抵消 鏡寬漢士跟天公道妙 鏡寬漢士有SP朱俊 SP黃腐松跟SP袁紹 三隻武將可以獲得兵種S 天公道妙呢 是SP張寶 SP張良 跟張角三個武將獲得全兵種S 在漢士這邊呢 袁紹跟黃腐松 他們常常有辦法去其他隊伍打工 但是在黃金意識這邊呢 只有張角比較有常去其他隊伍打工 因此 漢士忠良有兩個人比較萬用 黃金意識這邊只有一個 所以漢士忠良大於黃金意識 下一個是漢士忠良的官吏 對上黃金意識的太平島 伏兵跟義軍差不多 所以互將抵消 運籌跟奸成 我覺得運籌比奸成好太多了 所以運籌勝 那王師跟強攻呢 兩個攻城的獨條都變成四分鐘 一個是拆除有資源 一個是恢復50%艙兵 我覺得各有優缺 所以王師等於強攻 漢士忠良再獲得一票 下一個是黃金意識的黃金軍 對上漢士忠良的軍事 擊戰跟擊彈一模一樣 巨翼跟招降 我覺得各有優缺 所以我覺得這邊呢 黃金軍贏一點點 那木兵跟奪取 我覺得木兵又比奪取好一點點 所以擊戰這邊平手 中間這邊呢 我覺得漢士勝 左邊這邊呢 反而是黃金意識勝 所以在這個部分 漢士忠良又等於黃金意識 所以我們比較起來上述所有的特性啊 會發現其實漢士忠良跟黃金意識 並沒有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我覺得這個差距都非常的小 但這也是我覺得這個賽季非常好的部分 就是你沒有哪一個陣營 因為他有什麼多的一個草船借借呢 又或者是他有多一些更強的特性 讓一個陣營非常非常的優勢 我覺得這是做得非常的不錯的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認為同袍這個系列的看法 那我在同袍呢 你可以邀請四個盟友 跟你一起當同袍 五長可以帶大家一起出去打架 然後你們同袍還有一個同袍的聊天頻道 我覺得同袍這個東西呢 真的是可以讓你跟你的盟友 甚至你的袍友可以拉近關係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特性 我真的是非常的希望 不妨這個特性可以一直有下去 因為這個同袍真的是太棒了 我非常非常喜歡同袍這個特性 那在劇本的介紹呢 就在上面 我在接下來的影片呢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賽區四大兵種 最常出現哪些隊伍 如果你還有其他隊伍 或是這些隊伍沒有組的話 你不妨可以參考一下這些 我下面分享的隊伍喔 第一個是北發槍 諸葛亮、觀星跟張包這個北發槍 在這一季真的是非常常出血 而且非常的強力 我上一季蹲蹲蹲打北發很順 結果在這一季呢 打北發其實普遍是4.5打5.5 反而變成北發是優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一季的北發真的很強 我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組的 第二個是榮光槍 榮光槍從出來之後就強到現在 我覺得榮光槍也非常不錯 第三個是渡江槍啦 那渡江槍呢其實還是需要一點 SP官攻的紅度 那你的紅度越高 你穩定性越高 那黃斧松的紅度越高呢 你坦度也會越夠 那我覺得渡江槍其實也蠻常見的 下一個是弓兵 第一個當然是群攻啦 滿紅的群攻呢 在戰場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群攻真的是不錯 第二個是麒麟弓 江維跟盤蟲跟諸葛亮 這三隻武將 其實我覺得麒麟弓 他們也是非常的強勢喔 下一個是虎城宮 虎城宮在這一季其實 可以打蠻多的槍兵呀 又或者是一些蠻麻煩的祭兵 我覺得虎城也是非常的強勢喔 盾兵 盾兵呢 永久不摔的太衛盾 絕對還是很常出現 那在這一季非常非常常出現的 核彈張飛啦 核彈張飛在上一季其實沒有那麼多 結果在這一季突然非常的多 核彈張飛 介紹給大家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組一下 最後一個就是也是非常常見的 妖心盾也是非常的常見 最後一個是祭兵 吳祺 吳祺也是從出來之後強到現在 滿紅的吳祺現在在賽場上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下一個是寮基祺 如果你的張戀非常的紅的話呢 寮基祺在戰場上遇到一些飛熊啊 又或者是一些減傷不夠 或是一些飛騰獎的盾兵 我覺得寮基祺也是非常的可怕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這一季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等風熊 江偉的刺別靈機 官媚飛熊草船 然後劉備風史跟瓜 等風熊呢 也是我這一季自己就有組的隊伍 我覺得也是相當的不錯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啦 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於這一季的看法 以及推薦這一季我覺得非常常見的一些隊伍 給大家讓大家可以去參考而下 去組出另外一個讓你可以在戰場上大殺四方的隊伍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的通知喔 大家下次見 大家掰掰 謝謝 請回答 可以看到這嗎 我會知道 我們討論一下